德意志银行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全球经济降于明年中以后 逐渐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但由于各类的风险资产被高估 以及各国运出大量的钞票 债务持续的攀升 金融危机可能会提前意外 袭减全球 在近几天美国股市上 巨大的忧虑情绪正在溢出 给投资者带来了卖出股票的理由 全球银行股价下跌 疫情洗钱丑闻 政治角力 使得新一顿财政刺激措施 可能推迟出台 从而导致股市承压 德意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 为投资者带来了一些好消息 但也有不好的消息 由德意研究部 全球经济研究主管 胡珀领导的团队 在发布的全球展望更新报告中说 随着第三季即将结束 估计全球国内生产毛额 大约已回到疫情前的一半水准 现在我们看到这趟旅程 将在明年中以前完成 比我们之前预测提早了几季 胡珀预期 由于疫情将持续至冬季 复苏的步调将会放慢 尤其是在总统大选前 美国没有新财政刺激的情况下 但这个研究团队预期 明年夏天之后 将会开始广泛施打疫苗 有助于增加群体免疫 以及经济加速复苏 胡珀病预期 新冠肺炎病毒会留下持久的伤害 例如对餐饮 住宿业者的永久打击 以及自动化将永久取代部分就业 这意味着经济可能永远无法 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除了上述提到的负面因素外 德银的策略师们 还预期将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 因为在大规模财政 与货币政策刺激的带动下 资产价值不断被高估 以及债务水平持续攀升 琥珀机团队说 以往在这种情况下 金融危机通常由宽松政策 转向紧缩政策时引发 虽然这种情况至少 还有好几年才会发生 但也可能出乎意料提早到来 琥珀机团队仍对股票 及其他风险资产保持谨慎态度 原因是估值过高 这个德银团队重申其标普500指数 年底目标为3250点 略低于市场预期 他们并警告说 政治的威胁比某些人预期更大 尤其是此次美国总统大选 有一些无法很快解决的重大风险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